大家好,我是Bob 我从2002年开始就在多伦多从事电工材料的采购和销售 期间结识了许多优秀的电工朋友 和他们一起合作完成了许多电工项目 在这个频道里面 我主要是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么多年来 电工材料的采购、安装和使用心得 以及一些电工朋友在安装这些材料时候的喜怒哀热 嗨,大家好 现在在我们桌面上放的大家都应该认识 这是现在最流行的LED灯条或者叫LED灯带 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一个24VDC的高亮度的LED灯带 然后这边我手上拿的是一个Lutron的普通的Damer 我们家里平时装修墙上经常装的那种LED调光器 这个主要是对LED灯锯 比如说你们家的厨房客厅一些大功率的灯 平时点的很亮 有的时候你想节能一点 你就把它调暗一点或者调亮一点 都会使用这种调光器 现在大家装修的时候 有很多地方都需要使用这种LED灯带 但是对于这个LED灯带的大厅经常问我 这个LED灯带的调光 能不能用家里墙上这种最普通的LED灯炮调光器来进行调光呢 当然可以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有一个前提矫健 就是这个LED灯带在安装的时候必须使用Damerboard的LED driver 并且这个driver是Tri-Act Dimming方式 这样才可以跟家里墙上普通的LED灯炮的Tri-Act Dimming调光器相匹配 像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LED灯带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driver是这样的一个黑色的不可调光的 说白了它是不能用这种调光器来调光的 但是大家在装修过程中 这种LED driver是使用频率最高的 因为很少有人需要要进行调光 所以这种driver就已经适合它来使用了 这里我们再说一个题外话 因为我们现在说这个LED 我们总是说它是LED驱动或者LED驱动器或者是driver 它说白了呢 或者说的比较直白一点 土化一点 白化一点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变压器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灯带是24伏直流的 是DC 然后墙上的电压是120伏的这个AC 从这一端到这一端 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降压变压器 把120伏的交流电变成24伏的直流电 才能给它通电 所以你想要对这个LED灯条进行调光 又想用普通的调光器 所以我们最大的文章只能出在这个LED driver上面 好我们下面来详细解释一下 为什么对这个要求很高 关于什么是Tri-Act Dimming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参照我们2023年1月16号的北美电工材料基础第62期的视频 在那个视频里面呢我们详细的介绍了这种LED灯光调光器 一般都是两线的可控归调光器 它呢主要是通过降低加载这个LED driver120伏两端输路端的电压来降低实际输出功率来调光 所以当你的这个LED driver要和这个LED灯条匹配 又要用普通的这个Dimmer来调光的时候 对你的这个LED driver我们就必须是跟这个就是可控归调光相匹配的 这个可控归调光呢英文呢就是叫Tri-Act 或者我们有的时候也叫它Face-Cut-Dimmer 有的时候中文呢我们叫前沿调光后沿调光或者叫正向调光反向调光 说白了就是两线调光就是针对这种可控归Tri-Act Dimmer而言的 现在在我的手上呢有三个LED driver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黑色的一个两个白色的 这三个LED driver呢都是给LED灯这个LED灯带 或者我们叫LED strip来使用的 那第一个呢是插拔设的 这种这种呢使用频率是最高的 因为它是二十四一百二十伏进去 二十四伏DC出来 五个安最大五个安培 然后呢我现在手上的这个三安培的 它有class 2 所以在大部分那个商业工商业或者住家装修的时候呢 你只要在墙上抓一个这个120伏的插头 用1110就是utility box 装一个1110的盒子 然后呢装一个插座把这个插进去 然后这边呢你在装修的时候 保留这个它的母插头connector 你看装好了把这个贴在那个你的那个moding上面 直接一接它就亮了 这个施工呢相对简单 如果你不需要可以不需要调光 只需要它能亮能灭能开能关就行了 那这种呢是使用最频繁的 这种插拔式的呢 插拔式的那种我们叫plug in style的LED driver呢 它呢是不能用普通调光器来调光的 它如果从理论上讲它能不能调光 也是能调光的 那这个调光在什么地方进行呢 它只能在这个LED driver输出端 就是24伏DC这一端 你加一个调光器 旋游式调光器 这个在平时的我们这种大卖场 这个home depot啊 lows啊你是买不到的 而且也不好看不美观 比较土 我可以把一些图片放在下面的链接里给大家看 这样呢你也不能用普通的家里墙上 这种美观的调光进行调光 我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 这种插拔式的调光器 是没办法在前端调光的 就是调光效果也非常差 因为它本身设计不是用来进行调光的 好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 好我们再看第二个 这个呢是hard wire hard wire的那个调光器 hard wire我们翻译成中文呢 就是应接线调光器 什么样的应接线调光器呢 就是你看像这个 它有一根电缆插到墙上去 对不对 然后再有一根电缆 直接到LED 登条 然后这个呢 我们前面都可以看到 它有个knockout 然后呢 我们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看 好 这个是应接线 你把它这边knockout 把它推掉 推掉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它分为两部分 在我的右手边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绿色的线 这个明显就是说 交流点要接这里 这个呢 是接地螺丝 这个绿色的 一黑一白呢 是接墙上的120伏的来电 这边呢 就是接这个LED灯条的 像这个LED灯条 好我们现在加一个adapter给它上上去 我们加一个供插头 你看 现在两根线出来以后 这两根线配在一起 好 我们来看它 这个呢 上面写的输入100到120伏 1.3安培 输出是24伏 DC 上面输入是AC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交流电的标志 下面是24伏 2.5 2.5安培 60瓦 它可以使用 但是呢 它不是dimmable的 但是它有class2 可以过inspection 它不是dimmable的 那我们就没办法进行 用这种facecutter 就是tri-act-diming调光器来进行调光 你只能还是刚才 如果真的从理论上来说 你要调光也可以 只能在这一点 这一端调光 就是它的输出端 24伏这里 你加一个这个DC调光器 就是那种旋钮式的 比较难看一点的 这个 但是从我们今天的视频来讲 它是不能用普通家里的LED灯泡调光器的 大家知道一下 好 有这样的一种LED driver 我们现在讲了两种LED driver了 包括我们后面讲的这个LED driver 大家都应该知道有一个概念 它呢 这个调光器 现在这个我们说的LED driver呢 都是24伏的 应该属于横压调光器 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LED driver有两种嘛 对吧 一种是横流 一种是横压 我们现在说来说去 说的都是横压 什么叫横压 就是它的输出是24伏DC 加在这个LED灯带上面的两端的负载 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它的电压一直是永远不变的 这个一定的范围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输出 24伏DC 2.5安培 就是说在2.5安培的这个可控的这个电流范围之内 它加在这个LED灯条两端的电压 一直是24伏DC的 这就是横压 横压的概念 好 我们再看这个调光器 这个调光器呢 就是也是属于hardware hardwire就是硬接线 跟我右手边抓的这个刚才说不可调光的 这个是一个概念 但是这个呢我现在拿的呢 你大家可以仔细看 它上面写了 Deemable Class 2 LED Driver 这一个大铁疙瘩 它是Deemable的 它呢上面写了什么东西呢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看 详细的看一看在这里 好 我现在不说 我先给大家看 好 Input 120伏AC 然后这边呢可以看到黑线白线 我们一会打开给大家看 好 我们再开这一边 好 这个就重头戏 这是品牌Splendor 然后Deemable 大家可以看到了吗 Tri-act slash Facecut Tri-act就是我们说的可控盔调光 然后Facecut 它就是那种可控盔调光的原理 就是对它对我们输入的交流电进行斩播 然后呢用它的切角来降低这个120伏交流电这边的 降低它的电压 从而降低这个 加载在这个120伏端的脸对的电压 来降低它的输出功率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需要的 如果你想要用这种在墙上可以 普通的LED灯泡的调光器 来控制这个LED灯弹 那你就必须要使用这种Tri-act Facecut Demer 这种LED Driver 配合它使用才能来进行工作 现在呢我们就拿这个Lutron的这个Diva的一个Dema DVCL 153PH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用这种硬接线的LED Driver 和Tri-act Demer 来调光这个普通的LED灯弹 或者我们说LED灯条 英文叫LED Strip 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现在来打开这个Demable的LED Driver 这个呢是在做商业或者住家这个工程的时候 如果客人要求他要使用Dema呢来进行这个调 对这个LED进行调光呢 使用的最广泛最广泛的一款可调光的LED Driver 它一般都是硬接线的 因为硬接线比较好 对于工地上施工的电工来说呢 硬接线比较方便 也只要你有Class 2 Inspector呢也愿意使用这种LED Driver 为什么 它安全可靠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铝合金的 很沉的 你在安装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为什么 你家里进行装修的时候 都是使用的那种Romax14号2 或者商业用的14号2 对吧 这边如果加一个Connect进去以后 它接起来比较方便一点 比较顺手一点 而不像那种插拔式的 你还要找地方把线拿藏起来 对吧 我们现在打开这个LED Driver 好 我们打开它了 它跟刚才我们看的第二个白色的LED Driver的概念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的左手边呢 是输入 它上面写的啊 这个Input 黑线白线和绿线 对吧 这个是墙上来的120伏交流点 黑线白线接120伏 那绿色的呢 就是接地 接地用了 用一个接地螺丝 直接接地在这个外壳 或者铁盒子上面的 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呢 它你看红色蓝色 是直接去Output 它是DC 红色代表正级 蓝色代表负级 然后呢 它只有两根线的话 那肯定是TriacD 那我们一会怎么接呢 我们很简单 我现在接给大家看 这个是墙上来的电 我们一会把它插到这个插牌上去 然后呢 我们这里就来三根线 我们这个DMA的接法 我们在上一期视频里面 跟大家讲过了 怎么接 很简单 我们把这个黑线 黑线 这个红线不要 这是3way用的 现在我接给大家看 我先把这个摄像头 放到旁边去一点点 因为这样好接线 我这个线刚刚接好 我现在把这个桌面稍微整理一下 不好意思 有点乱 好 我们现在呢 我这里装了一个DMA 这关于DMA的装法 很简单 我们在那个 我说了在前面那个前期 就今年年初的那个TriacDMA 就是可控轨调光器里面 我详细的讲了 这个普通的DMA怎么安装 这个是从墙上来的电 对吧 有可能是从Breaker Panel的Breaker来的 一根黑线 黑线就是火线 白线零线 这个是接地的 好 因为suppose 我这个应该是装在盒子里 这个DMA是跟盒子要接地的 因为我就防止自己碰到哪里 我就不去接它了 普通的DMA 我们正常的上面有四根线 绿色的是接地的 然后红色 黑色 还有一个红白线 红白线是3way用的 就比如说我们要进行三路开关安装的时候才需要用到它 好 我们这个它其实就是一个开关了 我们这个红色的接墙上来的火线 然后呢 这个黑色的线接这个LED driver的输入线 120伏的输入线 这个LED driver上面的那个蓝色的呢 绿色的线呢 绿色的线 是用来120伏进去的时候用来接地的 好 然后墙上来的电的那个白色的neutral 和这个LED driver这个白色的neutral接在一起 然后呢这边两个线保持不变 它是它的24伏的输出电压 直接去了LED 去了这个LED灯带 好 我们现在打开它 看看它效果怎么样 好 我把它闪开一点点 因为太烫了 这LED灯带发光很 发热很厉害的 好 我们现在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边是开 然后我把它关掉 好 我再开 好 我们看看它调光是不是很smooth 就是很云滑 有没有闪 我现在已经把我这个办公室里的那个 我现在已经把我这个办公室里的那个 脸边的那个摄影灯给关掉了 我们看一看 应该效果很明显 我再开始滑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怎么样 好 我现在比如说 我现在打的最大 这个有一个岩石 好 我现在把它 这个调光效果是不是非常好 好 这种滑动式的那种slider 我们叫滑块 滑块式的那种demo 还是很漂亮的做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我左边的灯条 跟着我右边的这个 右边的这个 右边手往下滑动 它在进行慢慢开始在变暗 好的 我现在把那个这个办公室里的所有的灯 大灯都关掉 我们看看它的那个 调光效果 可能这样子这个调光效果就看得更明显了 好 我们现在再来做一次试了看看 我们先把它关掉 我们打开 好 这个是目前最亮的 我现在右手 右手我开始滑动 往下滑 把它进行架按 调按 好 我们再把调光 调亮一点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调光效果吗 所以 LED灯带 LED灯条 或者LED strip 就这种可以背面撕开 贴在墙上的这种 或者装在那个LED的那个专用的旅行槽里面的 这种LED灯 是完全可以使用家里墙上普通的 这个可控硅调光器的 就是这种 你家里任何以前 这种 调白字灯 节能灯 或者LED灯泡 或者是灯锯 这个调光器 是完全可以用来 对这个LED灯带进行调光的 但是前提是 你的LED灯带安装的时候 它的那个 这个LED driver 必须是 tri-act-deaming方式的 LED driver 只有这样 才能对它进行完美的调光 好 关于这个 LED灯带 LED灯条的那个调光器 我们用tri-act-deamer 和tri-act-deaming的那种LED driver 配合使用的视频 我们先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了 这期视频我们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或者觉得我讲的内容对你有用 请按红色订阅按钮 并按小铃铛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或者建议 请在下面留言 我可以尽快答复 也许我们下期视频的主题 会因你的问题而产生 谢谢大家